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部分要介绍的是 布阿松分配跟二项分配之间的关系 我们有的时候常常会遇到一个二项分配的问题 可是因为它不好计算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用布阿松分配来逼近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例题 这个例题里面说 保险公司的统计 每年因意外而死亡的人数的几率 是0.002 也就是千分之二 发生意外死亡 经由投保者中抽出一千人 请问下个年度 因意外死亡或理赔恰好一人的几率 那么这个题目 这个原始上来说 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它是一个二项分配的问题 那怎么讲呢 死亡的几率是0.002 那么没有死亡呢 不是因为意外而死亡的几率是什么 那就是0.998 所以这其实就是说 有发生跟没发生 这两种而已 那么由一千个人里面 抽出来 然后因下个年度意外死亡或理赔 那么就是下好一个人 应该是这么算的 一千个人里面 挑出一个人来意外死亡 那就是一 那么几率呢 0.002的一次方 那么失败的几率就是0.998 这是多少 999次方 这就是我们的标准答案 问题是 这个答案算起来实在是太麻烦了 0.998的999次方 如果我们要用手算 除非是使用的是 这是工程型的计算机 否则来说 这个 这个还好 这个也还好 就是这个很麻烦 事实上 不用这么麻烦 我们可以来想一想 这个N大不大 一千算很大了 这个P小不小 0.千分之二很小了 基本上来说 NP是几 NP就是一千乘上0.002 是二 我们想象它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烂打值 N很大 P很小 这种符合了我们的 布阿松分配的一个基本的假设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采用布阿松分配的方式去处理 那么烂打值是多少 是二 我们就把二叫出来 然后找的是x等于1的几率 来表在这边 找2的位置 当x等于1的地方 我们找到了吗 0.2707 找到了 这就是我们的答案 那这个我们实际上算出来的结果 其实是非常非常接近这个的答案的 所以我们就直接采用这个方式处理 会比较简单 那么这也是我们教各位同学 用布阿松分配来逼近二项分配的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来我们再来看看一个例子 根据文献的记载 某地区 0.1%的人 有花粉过敏的问题 随机抽了1000人 那么x表示1000人之中 花粉过敏的人数 求几率分配 我们先解第一题 几率分配 各位同学要知道 这是有0.1%有花粉过敏 它只有二分法吗 有花粉过敏 要不然就是没有花粉过敏 所以P 这是一个二项分配 几率分配是什么呢 二项分配 C 几个人 1000个人 X 然后P是多少 P是0.1% 那就是 0.1% 那就是千分之一了 这是X 有过敏的 那么没过敏的 有999 那就是1000 减X 这就是二项分配 这是二项分配 那么这个题目 不论带多少数字 我们都会嫌它麻烦 怎么算的话都很麻烦 因为它的N很大 N是多少 1000 P呢 千分之一很小 那么 那么它的 近似分配 是什么 是 布瓦松 布瓦松分配 这是简单的 那么 Landa值 就是我们的NP NP是几呢 1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第二题 第二题也解决了 1000人之中 至少两人花粉过敏 至少两人 那要从哪里起算呢 我们要从的是 至少两人 那就是 两人 三人 三人 四人 五人 六人 七人 八人 九人 十人 要一直加 像这种点点点点点的题目 我们当然就要采用的是 反面做法才来简单一点 一减掉 零人的 跟一个人的 这样子算 才会比较合乎我们的常理 那么我们现在要把他的这个表叫出来 才有办法 去找出 X等于零跟X等于一 好 那我们看看表 表是 Landa值是一 在这边 零的是多少 三六七九 一的时候是 零点三六七九 两个一模一样 好 那很好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呢 计算就是 一减掉 零点三六七九 这个是两个 那就是double double就是 零点 七 三 五 八 好 那我们算出来的结果 是零点 二六 四二 利用了这个布阿松分配 我们算出来的这个答案的话呢 是比较容易 而且又快速的 我们这个单元介绍的是 布阿松分配来逼近二项分配的问题 那么 如果说布阿松分配我们遇到 当然 差表是最快的 如果说是没有表 那么我们就用Excel来做 二项分配 再次强调 二项分配 其实跟布阿松分配 其实是一样的 差别只差别在 布阿松分配是 n 大 p 小 这种状况 所以是极端的现象 那么我们把它换成了布阿松分配来做 解题更快 更有效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